大家好 欢迎来到清理医师开口校第190集的直播现场 这个礼拜尝试玩玩看一个新的直播工具 所以如果大家有觉得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 请你跟我说哟 那这个礼拜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事情是 因为从2020年开始疫情 全球开始疫情之后 每个学期清理医师到小学学校园里面去屠佛的工作就被取消了 然后就是变成说屠佛的单子就发给同学们让他们自己到诊所去找牙医师 那平常我到校屠佛的时候我都会在屠佛之前 屠佛之前之前会请学校的护士一定要特别跟导师交代说 孩子们在屠佛之前的早餐吃完之后一定要好好的刷牙 好好的刷干净还要用牙线 然后这样子才能来屠佛 会请校户交代导师 然后一个礼拜前会先请校户交代 前一天还会再说一次 因为我想学校的一定有一些群组可以再提醒 让老师再提醒这样 那这个东西提醒之后去到学校在真正要屠佛之前 还也会为孩子们做一个简单的口腔卫教 那我觉得既然现在都改成到诊所去屠佛了 那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藉由这个直播的机会 现在提醒一下爸爸妈妈提醒一下小朋友 你来的话一样跟在学校一样会看到我跟亚亚一起 提醒一下小朋友屠佛的前后的注意事项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要出现我知道我看看我要怎么样 这样太小了这样我就要这样子就可以了好的 我是徐庆林医师 那大家都叫我庆林医师 那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事情就是呢 希望呢 希望呢借由大家对于口腔宝剑还有浮化物 在口腔宝剑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能够跟大家做一个好提醒 然后呢希望大家都有好口福 那基本上呢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含浮化物 然后在学校的时候要涂浮呢 当然就是因为浮化物能够增强我们牙齿的保护能力 增强我们牙齿的抵抗力 就像牙牙一样牙齿可以叮叮叮叮叮叮 非常的光亮坚硬 那基本上呢 你可以把想像说呢 浮化物就像一个防弹背心一样 让外面的细菌啊毒素啊 要侵蚀牙齿的时候有多了一层保护层 那就是像一个防弹背心 那大家就像有看过这个钢铁人嘛 就是很多很多小朋友 还有喜欢收集这个钢铁人 甚至有些大人喜欢收集钢铁人的这个模型 基本上呢 他为什么能够百毒不侵呢 所有的坏人过来的时候 他都不害怕 就是因为他有这一层防弹衣 钢铁背心 那屠佛 屠佛的意义是相同的 就是让牙齿也穿上一层防弹背心 那我们平常呢 使用的浮化物呢 不只有在学校屠佛 因为在学校屠佛 一个学期一次 然后呢 健保颈付也是每六个月会一次 而且是六岁以下的小朋友 那在六岁以上之后 需要屠佛的话就要有特殊的符合项目才会健保颈付佛 这就是会自费 那但是也有很多病人是愿意自费屠佛的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 为什么你会需要做屠佛 等一下哦 看一下 好的 等一下 为什么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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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子好像也没有看到 好的 总之为什么 好 那就先这样子吧 祖婆注意事项 哎呀 太棒了 就是要这样才对嘛 好的 这样会不会知道我的芽芽呢 哎 太好玩了 真是 人生真是充满乐趣啊 好的 这样 好 我们平常的时候呢 大家有看到我的滑鼠吗 就是我们平常在家的时候 每天都是会建议要使用韩服牙膏 每一天 而且很重要的 就是要1000ppm以上 1000ppm 1000ppm的含服牙膏 那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呢 因为我以前 我以前就是觉得说 牙膏就是含服牙膏啊 本来就会有含服在里面啊 后来发现不对耶 因为 现在有越来越多 爸爸妈妈就是会担心啊 这些化学物质对人体的影响 所以常常会有一些草本的啊 什么精油的啊 海盐的啊 等等不同 形式的牙膏 但是很重要的话 就是爸爸妈妈要去注意一下 不管它是什么样特殊的牙膏 还是希望能够有含服 1000ppm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呢 我们台湾是一个没有饮水加服的国家 像在 当时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大部分的美国 因为我看亚洲病嘛 大部分还是看成人 大部分的美国成人 他们的牙齿状态 真的比台湾的民众好很多 就是会感觉怎么好像 到底是因为他们天生比较好 还是他们看牙很勤劳呢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会 因为他们有饮水加服这件事情 那等一下 我看看 这样好了 才不会遮到牙牙 好 饮水加服会让他们整个的 蛀牙几率会降低 所以我们既然不是一个 饮水加服的国家 我觉得藉由牙膏去补充 这个牙齿的防弹背心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呢 有一些小朋友不太容易蛀牙 有一些小朋友非常容易蛀牙 就会建议说再加个含幅的漱口水 那这个含幅漱口水 漱的时候呢 等一下我们一起讲 注意事项 那像以清零医师所认识的牙医师的同事呢 如果说他自己本身是蛀牙率比较高的人 他们也会想象到说 其实身体很多的状态 甚至疾病 都是会遗传的 所以呢 也因为我们在这个专业里面 然后天天看到很多人 助疗的状态 觉得很可惜嘛 所以就是自己的孩子都会补充福定 那福定呢 也越来越多家长知道说 补充福定是有帮助的 那福定的使用方法 在这边跟大家小小的提醒一下 就是说呢 在图福定就是要 因为有些小朋友很小 你要叫他什么 搅一搅再吞下去很困难嘛 因为你最好就是让他在口腔里面 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好 所以呢 方法重点来了 会把这个福定折一半 塞在右上方的脸颊跟舌头之 对不起脸颊跟牙齿之间 脸颊跟牙齿之间 各塞一半半定的福定 因为这两个区域呢 有唾异线的开口 所以 有唾异线的开口 所以呢 就会慢慢的因为分泌的口水 把福慢慢的带到口腔环境里 就是睡 刚没有想到 睡前 睡觉 小朋友睡着了 不是睡前 小朋友睡着了 因为他醒的时候 他可能就吞下去了 就没有耐心搅一搅就吞下去 所以睡着之后 你把他嘴半塞在脸颊跟牙齿之间 然后让他慢慢的口水冲刷 然后嘴巴里面就会有浮 这是专业的用浮定的方法 偷偷告诉大家 也不是偷偷了 OK 所以有这三种浮化物的家用的使用之后呢 就讲到 我们平常在帮孩子屠服的时候 用到的这个服漆 浮胶 这样子 那 那 其实啊 这样子的东西有 我们先来讲一下牙齿的构造 基本上呢 这个 让孩子要从小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牙齿是分成三层的 最外面一层的法浪子是最坚硬的保护层 这层真的非常的珍贵 它的硬度呢 比骨头还要硬 大家一定很难想象哦 然后呢 这层法浪子它照理说天生应该是有光泽 就是像玻璃一样很坚硬很干净的时候是有光泽 刷干净的时候就是要闪闪发亮这样子 有光泽的 那如果说什么原因失去了这一层 或是光泽度下降的时候一定就是有问题 需要被处理被治疗 那 住牙 住在法浪子的时候你会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这一层没有神经 然后住到牙本质就是我们所谓象牙质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敏感的状况 然后真的住到牙水墙的时候就是要抽神经 那当然这个在清零医师的专注的范围 关注的范围里面呢 除了牙齿本身之外 牙肉齿槽骨跟牙周韧带 这三项所谓的牙周组织呢 也是清零医师非常强调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他们的健康的 好的 然后呢就像刚刚我说的牙齿其实全身 反而只是全身最坚硬的部位 就像有一些那种大肛牙可以用牙齿 把一整张桌子把它抬起来 其实牙齿是非常坚硬的 那基本的这种就是乳牙跟横牙的差别 就像呢很多很多妈妈就会讲说 其实如果说你们有孩子经历过混合齿裂 就是开始换牙有些还是乳牙有些是横牙的 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经过混合齿裂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发现哦为什么乳牙好白 横牙很黄 那爸爸妈妈就会很担心哦 其实这个就是对照之下结果 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 横牙它的钙化比较完全 它的颜色就会比较深 ok 好 钙化比较完全颜色比较深 所以它其实状态是比乳牙是好的 乳牙比较白 其实它钙化的状态比较不好 所以不用担心等到乳牙全部都掉了 其他牙齿都一样黄的时候 一样黄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没有特别的黄 这样子 ok然后呢 一般来讲呢 全齿也都是会在齿裂中是 呈现一个比较黄的状态 所以爸爸妈妈也不要特别的担心哦 然后那不用讲啊 横牙一定比乳牙大颗 所以 所以你的孩子乳牙时候 长出来的时候有牙缝的时候 千万要很开心 因为呢 它的这个二骨呢 之后要装大大颗的横牙 所以它如果没有缝的话 通常横牙的阶段呢 就是会开始牙齿很乱 然后就要牙齿矫正 所以有缝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哦 好的 那乳牙是20颗 横牙是32颗 就是包含智齿的这个状态 然后呢 就常提醒小朋友 牙齿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它除了吃东西之外呢 它还有很多的功能 就是牙齿在吃东西的时候 除了脸颊跟牙齿本身之外 脸颊跟舌头也是一起参与这个咀嚼的过程 所以呢 它 等一下 好 好 参与这个咀嚼的过程 那 它除了这个关于吃东西的这件事情之外呢 就是会跟大家提醒 就是跟孩子们也提醒 牙齿有不同的形状 就会有不同的功能 那旧齿它是主要是旧嘛 旧这个东西就是用来研磨食物的旧齿 那然后全齿就像 全齿为什么又叫做虎牙 就是 就是 猫科 动物犬 全齿就是用来撕裂食物的 那门牙是用来切断食物 不同牙齿有不同的功能 那牙牙呢就是 全方位的牙齿它每一颗牙齿都有多 都兼具的每一种功能 好的 然后呢 牙齿很重要就是说话唱歌 非常的重要 好 没有牙齿的时候 你咬字没有办法清除大舌头 那再来就是牙齿也是保持良好余容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漂亮的一个小姐 如果没有很美丽的牙齿的时候 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很多小朋友看到这张会马上的尖叫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有很特别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病人 我只把劈土劈上去 就真的就是长这个样子 是不是马上就觉得美女就变成野兽了 好 非常的可惜 牙齿真的要从小好好地保养 然后呢 形成蛀牙的原因不是只有细菌这件事情 就是你没有牙齿的时候 你当然就不会蛀牙 那然后呢 它要有食物之后 食物残渣经过了一段时间 细菌开始滋生之后才会造成蛀牙 也就是说也就是取齿 所以它其实要各个的项目都具备 那各个项目具备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吃了东西 你能够赶快去清洁它 没有让它有足够的时间产生细菌滋生的话 它其实也是不会蛀牙的优好 那所以这几个因子要同时具备才会产生蛀牙 那然后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容易蛀牙的食物 好好吃喔 中午时间要到了 其实呢 不晓得可能是不是上年纪的 没有 其实是小时候就不爱吃这些东西 会啦 应该是说我也喜欢吃一些蛋糕 高点点心 但是我很知道怎么样保养 OK 我很知道怎么样保养 大家记得喔 气泡类的饮料它是因为会加压 加压气泡 在液体中加压的时候 你在饮用的时候 它会有更多的酸性产生 好简单说就是这个样子 好这些其实亲女士也还蛮爱吃的 蛮抒压的 所以我常常会跟小朋友说 跟我的病人说 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不用说啊 人生苦短 人生已经很多要练练担心的事情了 会吃的这些东西让你开心 超棒的啊 其实你什么都可以吃 只是要依你牙齿的条件 吃你能够负担的东西 最重要就是吃完只要能够好好清洁 你爱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这样 但是呢 讲到这个东西呢 就是讲到亲女士有个病人啊 我跟助理都把他叫他叫做奶茶妹 就是呢 他来找我的时候就是 根本就是整个牙齿都住到 都脱盖了 非常可惜 因为他长得很漂亮 然后呢 牙齿全部都半半薄薄的 一个洞一个洞的这样子 那就是因为每天的牙齿都泡在糖水里面啊 那就是清洁师之前跟大家提醒过的 你吃这些所谓的垃圾食物吗 好啊 对垃圾食物 太多的糖对身体也不好 不止对牙齿不好 垃圾食物的食物 你尽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里面 对不起 不要再等等了好吗 先不要等等咯 对不起 因为换新的直播的平台呢 我有些东西的准备还不是很熟悉 好也就是呢 你来吃这些垃圾食物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集中吃 就比如说你现在要吃这一块好吃的 好吃的那个Tiramisu蛋糕 你就是这个告诉自己五分钟之内把它吃完 当然要慢慢享受嘛 那配一壶茶是蛮好的 因为茶可以冲刷嘛 然后碱性嘛 把那个甜味冲淡 蛮好的 但是你不要像奶茶妹一样 整天就是每两分钟拿起来喝一口 买一两分钟拿起来喝一口 这样你根本就是不断的产生酸性 这些的糖类在口中开始发酵 产生细菌产生酸性物质 其实口水你吃完之后口水的冲刷 就可以降低它的酸性 但是你就是口水冲刷 然后都还来不及回复 它的那个口中的酸碱值能够平和 你又再不断的灌进来 又酸性又酸性又不断产生 那这样是怎么有可能补助牙呢 好 所以就是集中吃好不好 然后呢 好 我很爱吃 我也很爱吃 我也很爱吃 好 但是爱吃可以啊 你就是把它酸干净就好了 好 不容易做牙的食物 请你也是很爱吃喔 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 有纤维的 有纤维的 就像我常常会跟 病人 大病人 小病人提醒 就是说呢 你假设今天妈妈带你去公园玩 肚子好了 肚子好 我来吃一个好吃的蛋挞 然后吃完之后 怎么办 拿去哪里刷牙 有啦 像清廷师那个诊所外面的公园 就有一个洗手台 总不能在那个地方刷牙有点怪怪的 好 那就是可以最简单方法就是水壶啊 拿起来多喝几口水 冲淡食物的味道 我常常跟小朋友说 就是你到底要喝几口水呢 吃完蛋挞喝一口嘴巴还有蛋挞的味道 再喝一口一直喝到嘴巴没有蛋挞的味道 让细菌闻不到香味这样 所以就多喝几口水 其实就大致搞定了 不用在这个状态之下要要求100分的完美 先把10块啊 然后那些甜的东西冲刷掉之后 它量变比较少 它的害有害的东西就浓度变低了嘛 好的 然后上次有小朋友问我 不是小朋友是老师提问 像百香果柠檬这样子的 比较酸的水果呢 问的太好了 就是呢 基本上像比较酸性的 包括大人爱喝的红酒也是酸性的 都是容易造成牙齿比较容易会脱干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东西也是建议缩短时间吃 然后吃完喝水这样好不好 吃完喝水好的 然后这些就像清理医师啊 比如说我现在吃了很想吃一块蛋糕 吃完之后没办法立刻刷牙 好多的食物的成家卡在牙齿缝中 我这时候就吃一片苹果 等于是苹果的纤维跟 接下来吃东西的分泌的口水 就可以把这些甜食冲刷 冲刷掉 那我当然也是会喝水啊 然后也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嚼口香糖 那有一些人会怕说嚼口香糖啊 咀嚼肌会变厚啊 会脸变得很大啊 这样 不会啦脸很大也很可爱 像芽芽这样 脸会变得很大 那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困扰的话 你其实可以吃口香糖 促进口水的分泌 帮助这些比较不好食物的冲刷这样子 好的 那另外就是我刚刚说过 图缝之前要把牙齿刷得 Burl亮 好那怎么样有Burl亮呢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小学的学生 然后他来到我诊所说 清理师我有刷牙咯 刷干净了好干净喔 然后我说真的吗我检查一下 对不起 转成那个 等一下喔 转成 sorry 好 转成PDF档就 那个动画不见了 总之呢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牙齿呢 你觉得看起来很干净啊 好像有光泽喔 不是只是牙垢的光泽 结果用牙具板写尺气 依然全红 全红 然后呢 他在我诊所花了10分钟 才把所有的 牙具板显示器 显示的地方 刷干净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长刷牙的时间 孩子们 孩子们 至少刷7分钟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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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 好要刷够久 然后呢 涂佛之前要 不只要刷得很久 还要用牙线 好吗 好吗 干净一点 再来涂 才可以让佛化物好好接触法庵质的本身 而不是接触到牙垢 OK 这样效果就不好了 好 然后呢 也跟大家提醒一个东西叫做勾系风铁剂 就是有一些人天生那个 防止那个牙齿的凹勾比较深 就比较容易常用纳垢 就比较容易蛀牙 那做勾系风填剂之后 就会变得比较平缓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勾系 就是填了之后它比较平缓 就比较不容易卡渣渣跟蛀牙 然后呢 就是哦 小朋友就会问说 一天到底要刷几次牙呢 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用次数取代品质的不足 用次数取代品质的不足好吗 就是呢 你因为一次如果你觉得没有办法刷很干净 你就多刷几次嘛 那像小朋友现在到学校都会带牙刷 用次数取代品质的不足 那真的真的很忙很忙的人 就拜托你睡觉之前 那次要刷得非常仔细 10分钟起跳 真的10分钟吗 需要的需要的 那怎么知道你到底需要多久呢 牙椎板浅吃剂给它染下去 就知道我们干净了 睡觉算很干净 好 所以什么时候刷牙 最重要一次就是 答对了 最重要一次就是睡觉之前 因为睡觉的时候我们口水分泌量减少 细菌滋生量变大 所以睡觉前那次最重要 很多人竟然跟我说 早上嘴巴都臭臭的 所以早上一定要刷牙 错错错 不是说早上不用刷牙 而是你如果晚上睡觉刷得很干净 早上基本上口腔里面是不会有什么味道的 就是从口腔来味道基本上是不太有 所以刷很干净的话 早上起来只需要束束口 那像昨天我有一位病人就跟我讲说 他现在早上起来就是有束口 然后用盐水束一束 这样就搞定 是可以的优 睡前10分钟起跳 那像清凝是亚洲病的病人 20分钟起跳 好 餐后睡前 能刷用次数取代品质不足 睡前最重要 好 然后呢 那至于怎么刷牙 我们就下次再说了 千万记得刷牙不能只刷牙齿 还要刷牙银 牙肉才不会牙周病 那如果刷牙呢 要照一个固定的顺序 比较不会容易 因为现在大家都刷牙的追剧嘛 打跌动 所以不专心就是有些地方会miss掉 所以要有一定的顺序 然后牙线也非常的重要 只要有牙齿相接触的点 都需要靠牙线的帮忙 那清凝是开口笑频道里面有刷牙的方法 牙刷选择的方法 牙线使用的方法 各种不同工具使用方法 欢迎大家去看清凝师开口笑里面的预防篇 预防篇 YouTube频道里面的预防篇 好哟 最后做个总结 涂佛之前 请刷得很干净 用牙线 牙筋脉显示剂 确认都非常的干净 然后呢 平常就是要用含浮牙膏1000ppm 含浮漱口水可以帮忙 那至于吃完东西的时候 能够用多喝点水 吃口香糖 吃纤维质的方式 冲淡口腔内 容易支撑细菌的环境 那至于大人呢 清凝师的处理方式就是有一些大人呢 他真的也很会蛀牙 虽然蛀牙细菌大部分存在小孩子 然后慢慢长大 就会再慢慢转成牙周病的细菌 但是呢 对于大人呢 清凝师就是会 如果他是助药率比较高的人 就会帮他做完喷沙处理之后 再做涂佛的动作 这样子的话效果就会更好 就是等于是帮你彻底刷 先刷干净再做涂佛 是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 好 今天跟大家提醒关于涂佛前后注意事项 以及相关的卫教的部分 那清凝师开口下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